哇 大家看我前兩天收到的 來自台灣的一個超級可愛的包裹 鳥旅行跟再稅5分鐘 他們出的那個蛋捲禮盒 我聽同事說這個在香港你可以買到 所以我會把點結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就去看一下 非廣告 今天是想要第一次來試用 我最近新買的一個相機 那就是這一台 這一台是Canon的Powershop V10 然後我是有一次在滑IG Reels的時候 看到有人在分享 然後剛好現在可以出去旅行了嘛 然後我前幾次的經驗就是 我現在帶著這一台R6 Mark II出去拍 真的是太重了 所以我覺得我在觀望說有沒有那種小的旅行機 今天的Vlog就打算首次啟用它 然後來觀察一下它到底好不好用 我今天的第一個工作就是要去拍Mira的韓文課 今天是我們正客拍攝的第二天 就這樣 掰掰 哇 開始了開始了 好久沒有用這麼廣角的鏡頭了 後人覺得我人在畫面裡面好小一顆喔 打包好了今天要用的東西 出發 是我的工作 那我就知道 我真的坐在哪裡 要點兒 我這邊一邊看 好久的 然後我來看 要點兒 在那一邊看 我這邊的東西 我們的鏡頭 這個鏡頭 你就會 to be 喔 我這邊又按了 一個 你不是按鈕嗎 這一個 我這邊 你先想好 你要用什麼語言跟我講話 等一下 好亂喔 你真的會用吧 我不會 我今天第一次用 你剛剛買的喔 拍攝前的準備中 這個就是我們這次 為什麼要這樣子啊 韓文老師 慕尼老師 掌聲鼓勵 掌聲 掌聲 現在時間是9點30分 然後Mira剛才已經做完妝髮了 現在製作品應該做最後的check 之後我就正式的開始了 然後Mira在後面這裡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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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到這圈圈的圈圈 大家把他伸走起 新主 現在要關 他們也很常 我現在在拍攝場地的外面 因為我等一下有一個concode 所以這裡面因為要收音的關係 所以就不太好 不是不太好 是不能在裡面講話 其實最近有很多個正在忙的project啦 除了一些日常的工作之外 我們最近在拍韓文課程啦 然後另外呢 我們今年應該 不是應該 也會有 兩個創作者試集 然後這個呢 會辦在10月的時候 所以到時候 大家可以再關注一下 我們會再公布給大家 對 還沒有follow pause and play的朋友 現在就可以去follow 我也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哇 這個影片的那個 訊息量也太大 剛好 最近有很多正在ungoing的project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最近也在忙著找人 其實之前有面試過幾個 我覺得能力真的都很不錯的朋友 做經理人這個角色 我覺得他有一個 有一個很specific的特質 那這個特質呢 是 除了你的溝通跟反應能力要快之外 就是你能不能夠跟創作者去討論 他們在創作上面的想法 這一點我覺得 是 比較難找的 我現在想想去年的時候 我一次過找到 Charlotte Chloe跟henna 這個機率有多低啊 我的天啊 我想 我去年的工作運 是 怎麼可以好到這麼長 我們剛剛才會說 就是 這有三個人 不是 我是最喜歡的 我是最喜歡的 這就是 我又不是 那我先補妝 那我先補妝 是 這個 是 這個 是 這裡 你才不買 我可以買了 你自己買了 我要買了 是 36000元 是 那你可以買了 沒有 很不錯耶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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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已經開箱開成這樣子了 我發票要開過去囉 連被禮貌率 真的要倒霄了 現在這個床上充滿著稿子跟衣服 好 我們現在正在拍攝Josh的戲份 我們第二天拍攝結束了 辛苦你了 對 你這樣子拍光 我才相信我沒有拍光欸 跟大家分享我剛剛做了一件純事 那就是呢 我剛剛在搭Uber的時候不小心輸錯地址 就是我從我本來要去的目的地 我打成九龍站 然後我下車的時候就想說 嗯?我為什麼會在這裡 他就說對啊你不是輸這個地址嗎 我說嗯?有嗎? 然後我一看 嗯?真的 因為我今天剛好就這麼碰巧的被我約到了 按摩 然後我最近腸胃不太好 然後肩頸也比較緊 所以我就想說 這個就是相片在跟我說 你該去按摩了 你該好好愛自己了 所以 我現在要 Sorry 結論是我是要趕去通路按摩 是不是一個很Random的行程 是 而且我是不是還有很多工作沒有做 是 但我是不是還是要去按摩 是 是 好啊 這裡再詳細說一下剛剛出現過的文化 我剛剛開了兩個會 然後現在已經三點鐘了 那這拍課程好像也是一模一樣的配置 我昨天吃八方雲起 然後今天吃糖仔 它卡住了 哇 給我們進行的 整體又結束了 這拍電影已經結束了 耶 上公了各位 喔耶 三菩薩啦~~ 三菩薩啦~~ 很大啊 就是一下 耶~~三菩薩~~ 我回去要趕快剪這支影片 因為這支影片我被指定要在九月六號的時候 那是我嗎 for you 啊 for you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請大家不要讓我現在很狼狽的樣子 終於收工啦~~ 我現在呢想要去買襪子 是不是有點荒唐 但我想給大家看一下我的襪子現在長什麼樣子 我今天到那個拍攝的現場之後才發現 真的嗎 大破洞 我已經一個多禮拜沒有grocery shopping了 我的冰箱現在是空的 我家也沒有酒了 這才是重點嗎 沒有酒了 好 好 D 妳有什麼美麗 哈哈 好 是 我是想要去買到的 今天因為打風所以就都沒有出門了 然後我現在來拍我的PR gift The story 然後 As you can tell 我今天又過敏了 我是每個vlog都在跟你們講我過敏 是真的 我 我剛本來打算出去超市看看有什麼東西可以買 但是我看到有些人那個story說整個基本上都是已經掃空了 然後外面的風雨就開始變得很大 所以我就 sorry 我只能看我在家裡有什麼我就弄什麼了 冰箱裡面還有一些沒用完的蔬菜 然後我今天想要來吃鮪魚 大蒜 差點忘記它有什麼名字 還有大蒜 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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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你看到哪個lig challenged 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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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刚刚发现我买了鸡菜过期了 还好我有另外一个 这个好像是做KIMBO的 但是没关系 我们是台风天的晚餐 哇 哇 刚刚 然后配我们的17 中间 用黑洞也后来 我们这渫组的 对 这比我们贵的 敖和 别把 我也是 四香 像小鳥一樣 想熏鼻子就又都熏到眼睛了 之前有跟你們講過我們最近在忙兩個比較大的 工作 第一個就是我們這次拍的韓文課 上次我們做完法文課之後 這團隊就在討論說有沒有什麼 語言是我們下一個可以做的 然後當然就想到了我最喜歡的什麼 韓文 其實這也是蠻剛好的 就是一個FYI 不是FY 一個TMI 就是我們公司其實有一半以上的人 都在學韓文或是會講一點韓文 我們在面試的時候沒有跟大家講說 你會不會韓文還是怎麼樣 但可能真的就是一個吸引力法則的部分 就來了之後發現 原來你也會說韓文 欸原你也喜歡K-POP是不是 今天出的時候我們也找了Mira聊一聊 然後剛好她也想試試看 然後我們也有找到一個 就是專門教韓文的老師 一起來設計課程 希望透過Mira在韓國生活這麼多年 然後從生活中自己練習 自己學韓文的這個過程 再搭配一個比較正規的 不管是發音或是文法的教材 這堂課我們一開始也會從最基本的發音開始 然後慢慢的帶到基本的句型跟文法 然後另外也會用一些比較情境式的繪畫 去加入大家那個代入感 我們前兩天拍完之後就是 加值一算發現我們課程的總時長 其實會比本來的課程還預期還要再更多 所以大家如果加入課程的話 其實就是賺到了 現在這堂韓文繪畫課正在募資中 在募資期裡面大家可以用比較優惠的價錢加入課程 然後還會有募資期專屬的小優惠 是什麼呢 大家可以去觀光看一下 我會把所有資訊都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都可以去看一下 你們也可以用我的Promo CodeCyndia50 就可以額外再減港幣50塊 然後呢也想跟大家update一下 我第一次用這一台 Keynon的Powershot V10的一些小小心得 我先簡單講它比較直觀的幾個優缺點好了 首先第一個是它真的超級小超級方便 加上它比較不像一般的相機 即使你走在路上或是怎麼樣 然後你這樣子vlog 別人也不會覺得你很奇怪 可能就覺得你是在拿一個手機自拍之類的 然後第二個優點是它非常的廣角 所以在拍vlog的時候 你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畫面 然後第三個是它可以這樣子拍 然後也可以這樣子自拍 然後它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底座 可以這樣子拉下來 缺點的話 第一個是它這個鏡頭不是廣角嗎 但是它沒有辦法就是做zoom in或zoom out 所以你的畫面可能會比較單一一點 第二個呢 因為它是內建的電池 所以它是用Type-C充電的 就變相說 其實如果你在外面一整天的話 你可能要帶一個power bank去隨時充電 我等一下會把影片 import進我的電腦剪片 所以還蠻期待 就是拍出來的樣子會是什麼的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好棒